阳虚一身汗,脾虚手脚汗,湿热满头汗,教你一招快速止汗,一身轻 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最近有好多粉丝给我说 还没正式入下就很爱出汗 有的是动不动出一身汗 有的是手脚很爱出汗 还有的是头颈部很爱出汗 那如果说你也有此类的问题 今天我教你一招快速止汗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阳虚一身汗 中医认为阳气具有固涉汗液的作用 胃阳之气,思汗孔开合 那如果说你阳气亏虚,无法固涉汗液 胃气不足,控制汗孔的不能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汗液就会不受控制的外出 自汗出汗 除此之外,这类汗多的人还往往伴随着倦怠法力 很容易感到累 或者是怕冷,手脚凉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养止汗了 可以参考一个贵妇帝皇丸 然后是脾须手脚汗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脾一主四肢,如果你脾为虚弱 气血韵化不足,无法很好的固涉汗液 就可能会出现手脚冒虚汗的情况 平时呢,还有头晕乏力,失眠多梦 稍微干点活呀,就气喘吁吁 很容易感到累,伸出舌头一看,发现舌淡太白 这时候就需要健脾止汗了 可以参考一个贵皮丸 最后一个就是湿热满头汗 这里的湿热主要指的是脾胃湿热 脾胃虚弱导致湿剂内生 湿剂在体内蕴结久了化为湿热 金汗铜源,湿剂本身也算是一种金叶 这个湿热在脾胃内待了久了,无法正常排出 一部分就会寻精上延 在头颈部,肚子附近出来 出汗多还比较粘腻,这时候就需要清热化湿了 可以参考一个货香清味丸 好了,今天关于汗多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